大家好 我是彤哥 哈囉 我是Raphael 平常彤哥教大家駕駛技巧都是一些進階的 山路啊 怎麼樣過方向盤啊 怎麼樣看路啊 但是今天我們要聊的是道路的安全駕駛 其實更重要 不管是老司機或新手都要注意 沒有錯 因為正常來講的話 我們即便像童哥這樣老司機 我們都還是有這個新手的時代 對不對 那我們根據統計來講 低駕駛的這個駕駛 要對車輛有一定的掌握的時候 基本上通常要5000公里的這個里程數 是齁 對 所以這個距離好像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但是 對 我們以新手要到這個老司機的這個程度的時候 要怎麼樣比較沒有壓力去經過呢 童哥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有有有 但是我們實際上還是要上路來做 沒有錯 OK OK 那今天跟我們一起上路呢 就是馬自達最新的CX5 因為它實際上就是一台主流的SUV 而且它的主被動安全配備都非常齊全 那我們就來看看好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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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上路 欸 童哥上路之前我要先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我們可能以前很多人都是很順手的車門在你左側 就是左邊手一開門就出去 是 這個呢造就了很多機車騎士啊等等的被擊落這個狀況 在台灣的話台北是第一名 喔 第二名是台中 對 所以現在考駕照的時候已經 嚴格要執行就是要做反手開車門 那為什麼在左側的門嘛 要為什麼用右手開呢 因為你開的時候你身體會有一個轉動的動作 握使著你的頭一定要去注意後方來車 並且開的時候呢是分兩段的 先開車門再看得更清楚 我們才做下車的動作 我也有一些要分享的部分 就是在坐姿的部分 而且最主要是踏板的部分 就是其實我們除了教坐姿前後啊 還有視線以外 踏板這邊也有一個撇步 就是說平常呢大家開車可能 都放在油門上 然後踩煞車的時候呢 是腳移開 然後煞車 我們的腳 腳跟 要放在地上喔 不管是踩油門 或者踩煞車 這樣子呢 你才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我往左就是在煞車上 往右就是油門 對對對 那錯誤的方法呢就是 踩油門 然後提起來踩煞車 對這樣子的話 你有時候會踩錯喔 尤其是 緊急狀況 對緊急狀況 還有 倒車的時候 我們常看到有些人倒車 結果就 因為身體挪動了 對對對 沒錯 身體挪動 他踩的是油門 他以為是踩煞車 但其實是踩到油門 對 然後造成很多飽充 這樣 是就是很有可能 當然再來呢就是方向盤 我們也一直強調3939 是 平常開就很習慣 欸反手打啦 欸有很多 對不對 然後呢 還有另外一個不好的 亂抓的 對亂抓 不要講亂抓 他們就很習慣 這不是亂抓 這是習慣 對這樣子 這樣的話你就會 欸我到底轉了幾圈 對 新年式的Mazda CX-5 他已經追加了 換檔撥片 喔換檔撥片 欸如果我這樣子 打放滿 對不起我要換檔的時候 哈哈 我可是抓不到的 這是他設計的巧思 對 看到沒有原廠都幫你想好了 基本上3點9點 你就可以證券使用 OK 而且呢 再有一個重要的 很重要的就是 排檔感的使用 對不對 因為很多人呢 尤其是老司機 交心手的時候 會不會遇到 就是我們要 換檔 好 然後就 頭要移過去 頭要移過去 視線完全在排檔感上 OK 哇那這個 很精確的 這個空白的兩秒鐘 好像應該比這個 一年還要長 沒錯沒錯 光這樣子的動作呢 沒有專心在路上 就會造成這個路 這個危險嘛 沒有錯 非常危險 不要 頭轉下來 至少我用眼角可以看到 視線還是在前端 沒錯沒錯 也包含這還是還有個HUD 對對對 HUD有些車型也會把檔位放在上面 是 那因為這邊儀表有了 所以它就沒有放在上面 但是這樣子 這些新科技都 讓駕駛人可以有更好的 安全駕駛的這個使用方法 好 我們在一般初學的教學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都會跟學員帶到這個 我們要多加一個動作 再做轉頭去查看視野視角 那何謂視野視角 其實以我們來講 我們都了解 就是看不到的地方 可是呢 我們在行進間其實有點難去表達說 實際上到底在哪一邊 對 那我們這個不如等等 瞳哥我們到車外 我們來講解一下這個視野視角的這個部分 好 現在我站的位子呢 就是CX-5它的視覺盲點 可以看到我摸得到它 但是到後鏡裡完全看不到我 沒有錯 我們現在透過後視鏡的話 我們基本上是看不到瞳哥的 我們這時候 假設我們要右轉彎 除了看後視鏡以外 我們就要多加一個回頭的動作 像現在我回頭 就很清楚看到瞳哥 在我們的這個後窗的位置 那現在當然我們有 這台車輛有搭配了這個盲點 你看現在有車輛在這個地方就亮起來 以及這個它有360的輔助的部分 可能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可是很多車輛 是可能是沒有配備這些配備的 這時候我們這個轉頭動作 就相對的非常的重要 視野視角要去顧慮之外呢 還有一點是 我們現在要做右轉彎的動作 我們會把這個路線切到右側 把這邊的右邊封死 對 瞳哥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台灣有太多摩托車了 不知道我今天早上也是走這條路 真的嗎 對就是滿滿的摩托車 左邊右邊都是 所以你瘋死是很聰明 像我們現在後面就有兩台摩托車 沒有錯 如果我們停一般的中線的話 它一定插到你的右邊 那像這台車它其實要右轉 它剛才是從我左側進來的 但它不會從我的死角鑽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相對來講 會是一個比較可以增加安全性的一個舉動 在一般的市區行駛的時候呢 像現在是兩線道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是靠右行駛 靠右邊選擇最右側的這個車道 把內側 所有的內側 我們如果等等到三線的地方 會有1 2 3 在行駛在第三線的話 2跟1其實都是內線車道 把這些車道讓給 需要超車跟開比較快的這些駕駛 那當你今天是新手駕駛的時候 即便你非常的緩慢的開在這個最外側的車道 也不會有人去逼過 反正它要超車是從左邊過去 那我覺得這樣子 對新手駕駛的心理壓力上 會比較沒有這麼多的這個外力的影響 因為其他車要超 其實我們現在要超公車一樣嘛 我們就從左邊超 超完之後呢 那我們當然 車速還是偏慢的嘛 我們再回到外側的車道 記得也是要這樣看 查看一下視野的私交 其實這樣也讓這個道路 有更好的選擇跟流量 就是快車可以趕快離開 對 而不是大家塞在一起 不會影響到彼此 對 好那我們現在講到車距 就是我們一般駕駛的時候 要跟前車到底保持多少距離 其實市區呢 很慢很慢的時候 可能你沒辦法控制這個距離太遠 但是我們像 我們現在在這個三線道上看 其實我們還是要留有一定的距離 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要看到前車 至少我們要看到它的後輪 對 還有它兩個道後鏡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如果它 你看得到它的道後鏡呢 基本上它也看得到 是耶 是相對的 對對對 但是這個距離好像我們一樣 在車上講好像 對很難去溝通說 它到底是一部車 兩部車 對對對 用鏡頭看可能又更不一樣 對對對 現在我們在車外看到呢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在行路上的時候呢 我們為什麼要跟 可以看到前方的兩個後視鏡 因為我們在行路上 至少你會有一個車身的距離 對 甚至以保守性來講的話 我們可能要再更長一些些 沒錯 1.5到兩個車身 沒有錯 所以喔 大家就大概知道 跟車距離大概多少 那我們現在呢 回到高速道路 所以呢 等等這邊 我們是不是有提到 所有的法則 是可以來保持安全距離 對 其實就是所謂的 兩秒 喔 假設前面這部 黑色的車子 這個80的標牌 對 80的標牌 它通過 1 2 就剛好過了 對 這就是兩秒法則的 運算法 所以我覺得兩秒是一個 真的是蠻安全距離 對對對 那我們現在呢 比較偷懶 因為我們用這個 自動跟車 就是你選擇那個格數 對對對 它其實實際上是秒數 嗯 而且其實也會讓你 保持一個輕鬆的駕駛 因為你可以 保持一個安全距離 不用去擔心 現在MRCG我覺得 最讓人家稱讚就是 它油門收放 並不是像有些品牌 可能就是急煞 然後急踩油門 就是它的那個 作動的表現 比較不現實 對對對 你看它現在加速也是很順暢 它機是退檔 對 但是它還是加速 對 煞車也一樣 嗯 它現在放慢了 對它已經放慢了 這不是你踩的 這不是我踩的 我完全在偷懶 以這個角度來看 有點貼近同哥的煞車方式 是是是 沒錯 其實這也是 我覺得人馬一體 最主要的要求 它不是要求最強的性能 而是讓你 讓你最自然 最柔和 讓車主可以保持輕鬆心情 但是還是有樂趣 對 OK 那我們下山的時候呢 或者說我們在山路駕駛的時候 下坡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 就是放在Sport檔 是 保持速度 因為用持筆去做引擎煞車的部分 相對之下 你也不用重踩煞車 當然現在坡變斜了 你可以聽到引擎轉車 增加了 你就稍微煞一點 減速一下 不然你可以 基本上一路下山啊 不需要去重踩煞車 重踩煞車 或者說一直踩著煞車 很多你可以看到下山 前面車是亮著煞車燈一路到底 沒有錯 對 那種會造成煞車過熱 對 也會造成危險 而且是不知覺的 到山底的時候 沒煞車 另外一個做法 如果只是緩緩的降波的話 其實 Mazda現在的換檔撥片 你就可以留在低檔 但是你可以繼續退 譬如說退 它現在二檔 對 就更低 但是它十秒之後呢 它發覺你沒有其他動作的話 它就會自動進檔 回到這個低檔 但是因為你看 我們現在非常斜 所以它其實就Hold在二檔 非常好 換檔撥片在這個時候 就是加分的部分 其實Mazda它人馬一體的表現 就是在這種山路上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種感覺 就是說不管它的動力傳輸 還有它的煞車 包括它過彎側傾 它把防型感放軟 但是它有用更好的這個球頭 所以你其實是可以很精準的去控制 車身想要去的地方 像我現在覺得翻盤這個握桿啊 還有它的比例都非常好 G Vectoring Plus就是它除了油門會幫你收以外 煞車現在也會幫你加 基本上是另外一種動態穩定系統 但是呢 是要讓你感受無形 其實你不應該感受到它 變速箱也很稱職 六速手自排變速箱 給力跟一些CVT 有沒有 我一踩油門它馬上 這感覺完全不一樣 這感覺完全不一樣 對 CVT你開起來就 踩下去怎麼 沒事情 沒有事情發生 好像不關車子的事情 但是馬上知道它設定上 基本上就非常非常的得心應手 照你想要的意思去做 這種東西我覺得就是 車廠 有年紀的車廠 一百歲 它會去追求的 這種最後一點的精緻度 不管它的材質 不管它駕駛的感受 都是非常非常 我覺得 為什麼讓Mazda成為這麼多人喜歡 因為它真的不是只是一個交通工具 它真的是想要跟你溝通 OK 這就是道路安全駕駛的 技巧跟觀念的分享 那 汽車也已經一百多年了 而且他們越坐越安全 但是不要小看Mazda 它今年也歡度一百週年了 當然汽車剛剛童又提到 工藝已經發展了一百多年 車子也是越坐越安全 但是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我們最後也是要回歸到我們駕駛本身 所以希望今天分享的這些駕駛的觀念 跟技巧都可以實際上的幫助到大家 沒錯 喜歡桶哥節目的朋友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PIT63 而且打開小鈴鐺通知 這樣就可以有最新的節目通知 發展了 到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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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